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樂一班 大教室的客桌 盼盼香香的自由 塗鴨的夢 虛擬王國 都是我的感動 你我都有過 背叛你慫恿 背叛你慫恿 那不懂好奇誘惑 品嘗過之後 才能夠學會掙脫 那懵懂誰沒有過 那青春花樣瘋魔 像推理的小說 讀到最後才遼闊 那純真變天汗秀 這時光美麗縱容 在談笑互動後 青澀我們都變得更成熟 我們獨自 我的這一班 你用我的手機 像學長的FB 掌控他的行蹤 對啊 不然哪來那麼多巧遇啊 你用我的這科技紅娘戰 一切都沒有問題的 你難道沒有想過我的感受嗎 在你眼裡 根本就只有手機跟學長嘛 我們這次的報告呢 就是這三本課外書籍 大家選好一本 選好之後就分組 分好組之後呢 就把名單交給靖元 幫老師收一下 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 欣如 彥如 黃凱 我們一起走好不好 好 好像是你的手機響了耶 手機 好 好 名單 趕快 收入收 好 來 靖元 名單給我 謝謝 很好 好 那各位同學 就把選好的課外讀物當中 其中一篇文章 選出來做好翻譯 兩個禮拜之後 要上台做報告喔 那老師再提醒一下同學 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是不能夠使用手機的喔 好 補經理下課 好 嘴 婷婷 智慧型手機耶 對 我把媽媽昨天買給我的 是 好 借我看一下好不好 好 借妳 借我看 借我看 好 好 好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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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去看五月田了 太棒了 好 這邊任妳出去往右轉 就到妳那家店了 婷婷妳的手機真的太棒了 沒什麼啊 好吧 趕快去吧 謝謝 五秒 四 三 二 一 耶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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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挺妳的智慧型手機 才讓我們看到實況轉播 對啊 智慧型手機 萬歲 婷婷萬歲 萬歲 擦什麼 怎麼是 沒有 就說 下次不見的手機 好 好 媽 那妳先不要去個地方 妳還自己幹嘛 原來如此 妳用我的手機上學長的FB 然後獎獲他的行蹤 這招厲害 不然拿來那麼多巧遇 妳怎麼了 看到學長不是嗎 怎麼還一副不高興的樣子 沒有啦 我只是在想 如果我有一支智慧型手機的話 就可以更常跟學長相遇 不用擔心 因為我這科技紅娘站 一切都沒有問題的 真的嗎 妳願意幫我 對 明天早上起來 我就先幫妳用FB追蹤 中午的時候再用Google 晚上的時候再用妳的帳號 幫妳留言 這樣滿意了嗎 留言 不用了 來不及了 手機已經把妳的帳目記起來了 不要這樣 讓我蹲出來 好餓喔 今天一定要到上門口 對面的早餐店 買一個大漢堡來吃 到底會不會來 會 有Paul就會來慢慢等 是 早安 早 早安 早 我要一個大漢堡 大漢堡 帶走嗎 帶走 好 謝謝 這很有像 兄弟們 放學後球場見 今天一定要餐店對方啊 今天一定要餐店對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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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婷婷 今天爸爸媽媽加班會晚回家 妳自己先吃飯喔 好 我知道了 還有謝謝你們送我的智慧型手機 它好像魔法一樣 讓我隨時都能感受到你們的關心 謝謝你們 媽 一個張姐這麼多夜 來了幾方玩學心得嗎 不啦 你們分工查蛋次 這樣比較快 這樣輕鬆多了 婷婷 妳OK嗎 婷婷 妳專心一點好不好 一直玩手機很不尊重我們 好 妳知道玩 我們等一下就把最多的單字 分給妳查 那我來討論要分哪一張姐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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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婷婷 你怎麼了 肚子好痛 要不要帶你去保健室 彥如 我帶你去保健室好了 好 可是我們還沒分配完 那你們先分配 等一下我們回來 再跟你講就好了 明明剛剛就好好的 一下子玩手機 一下子肚子痛 借口真多 好 寶貝 要掉以來 可不可以 就只是一張悠悠卡 笑那麼開心幹嘛 你不懂啦 這是周軒手 每天都會用的悠悠卡 好 周軒 所以周軒學長回覆 明天約 學校附近的飲料店 學長 你的悠悠卡 謝謝 還有被你們撿到 不然這時候弄給我第三張了 是 對 學妹 妳也很喜歡打球嗎 我怎麼好像常常在球場 看到妳 有嗎 還好 季如 我們跟學長合照 打卡上船吧 可以嗎 可以 請 請 請 可以給我看看嗎 好 不錯 傳一張給我吧 好 那我叫你APP 那妳搜尋 妳先搜尋看看 好 好 我收到了 謝謝 妳在玩什麼 我在玩Daman Dash 我在玩Daman Dash 我在玩Daman Dash 妳也在玩這個 對 那那一隻破不了果 這是那兩個一起玩的 床主 我的孫子 這裡 謝謝 zij depois 她 對 底涸 飯都涼了 妳還不吃嗎 學長跟我講說 他今天早上 搭公車的時候 找不到悠遊卡 結果他說 他跟一個隔壁班 不認識的借錢 超久的 是 妳跟學長那麼熟 這些事他會跟妳講 那不是因為妳 我才跟他當好關係的 妳點一聲調點 真的沒 好多了 那等一下午休時間 可以到塗術館討論嗎 一定要現在嗎 對 我們下個禮拜 就要交報告了 可是我們到現在 都還沒討論 可是我現在很忙 結飯還沒有吃完 這樣好了 欣如先跟你們去 我待會兒再去 好吧 那妳吃快點 我跟燕如還有洪凱 先去塗術館等妳 我幫我拍照 幫我拍照 我幫你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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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婷婷 妳怎麼那麼愛看手機 所以這種 一下提一下放的 很累了 對不起 我馬上好 好 好 你最近怎麼那麼愛玩手機 老師 對不起 允婷 你怎麼可以邊走路邊玩手機呢 這樣多危險 對不起 我下次會注意 走路要看路 你下次再這麼不專心 被老師發現的話 老師就要暫時幫你保管手機了 對不起 去上課吧 婷婷 每次討論你都在玩手機 而且現在只剩下你那部分的單字 還沒有查完 還差一點點 請辛努幫我查就好了 不好意思 自己的責任自己負責 你怎麼講這種話 本來就是啊 你怎麼可以把該做的事情 推給別人 然後自己跟學校去看棒球 是為了幫你牽線 才跟他去看棒球的 我並沒有逼你一定要去看棒球 是你自己決定的 你剛剛哪有當藉口 你 對啊 你自己敷衍鳥事 幹嘛怪到心如生傷 婷婷 你聽清楚了 如果你要深入這種態度 跟我們做報告的話 我直接跟阿德老師說猜足算 你要問的話趕快講 不然我要走了 你到底氣什麼啊 就要用我跟學長去看棒球嗎 對 我就是不高興跟學長去看棒球 你明知道我喜歡他 幹嘛這樣 你難道沒有想過我的感受嗎 我全部都為了你好耶 如果你不高興可以跟我講啊 怎麼講 你知道你多久沒有好好看著我 跟我講話 在你眼裡 根本就知道學長的手機嘛 homme變成男人 他沒有想要我 他沒有想到他 他就是不是說你 妈妈 我今天心情很不好 你可不可以早点回家陪我 婷婷啊 妈妈教完班就回家了 要乖哦 老师 他们是不是不想跟我一组 那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可能是因为 我在讨论的时候 都一直玩手机吧 老师也发现 你很沉迷手机 你可以告诉老师 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我觉得 智慧型手机 像哈利波特有魔法一样 可以查地图 上网 还可以看实况转播 手机真的是一个很方便的东西 可是 可是 怎么了 我觉得手机一点都不温暖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我昨天跟我妈妈说我心情不好 结果她就只回了一个居民的拥抱给我 一点都没有感到安慰 老师 你怎么不接 应该我不在跟你说话啊 专安心的听人家讲话 这是基本的礼貌和尊重 那你想 如果刚才呢 老师真的把电话接起来了之后 你难道不会觉得说 有被忽略了 感觉很不舒服吗 婷婷 手机或许真的是一个很方便的东西 也可以拉近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可是如果太沉迷的话 反而会失去了自我 久了 会跟人群很疏离的 你想想看 这一切都只是因为一支电话 这样值得吗 我以前都没有想过 每次跟心如 还有其他同学讲话的时候 我都一直在玩手机 我觉得他们一定不高兴很久了 只是我都没发现 怎么讲 你知道你已经多久没有好好看着我 跟我讲话 在你眼里 根本就只要扫机跟学长 你不用了 婷婷 手機或許真的是一個 很方便的東西 也可以拉近人和人之間的距離 可是如果太沉迷的話 反而會失去了自我 久了 會跟人群很疏離的 小大人大聲話 如果我的同學 太沉迷於手機的話 我會告訴他 在學校不能這麼做 如果旅圈不停 我會去報告老師 如果我的同學沉迷於手機 我會看他到底在玩什麼 如果看起來不錯玩的話 我會陪他一起玩 但是如果看起來不好玩的話 我就會跑去跟老師講 如果我的朋友太沉迷於手機 我會先把他的手機收起來 等他做完自己該做的事情 再還給他 如果我的同學沉迷於手機遊戲 我會先勸他不要玩了 你幹嘛就找學長跟棒球 對不起 好 我們下課 下課嗎 對不起 先放水還是下課 年輕的執著 就是夢想 年輕的故事 有無限的希望 英虎在跟你講話啊 專心的聽人家說 對不起